好 那這個母娘講完了之後呢 我們這個 這個雲仙姑奉母娘指示完了之後呢 就開始呢 這個從我們這個 第五部的經單開始要講了 第一個就是斗女宮之女薰君 先講第一篇下降 女紅紡織日情操 卻遇人間快樂多 四太車滑穿艷麗 西風襲南奈之河 天轉西今地轉晴 仁修得絕以生生啊 三元真老祥雲降 海島扶搖上玉金 這到底說我就是啊 斗女宮的知女的新君啊 雖然我每日很心情操勞的 仿織天上的仙服啊 卻不同於人間啊 殺婆苦海的無奈跟淒涼 因為在天上啊 是快樂太多太多了 然而現在的搜婆世界呢 每一個人的心態啊 也都迷上了奢侈跟虛華 雖然穿著極端艷麗的衣服啊 但是心如野獸一般啊 不知修煉也不知修死心啊 還沾沾自喜啊 這還不是因為呢 西風東見虛形污染所造成啊 都是因為太自由 都是在講自由 結果老得自己啊 戰戰的道德薄弱 西風東見的現象 已經變成了無可奈何的悲哀啊 上天的這個聖運啊 由春到夏到秋 已經轉到了西王基姆的 普渡收雲的時期啊 因此地球的西方 就等美國也隨著拜金主義 跟情欲方面啊 也不斷地擴大來盛行 過於自由 這個時候如果我們人能制止金錢 以及情欲的誘惑 那麼你能懂得精進的修行 有朝一日啊 獲得煉丹口訣的時候啊 就可以深深不息的修煉成仙道 因此修煉者是不理精 氣跟神這叫做三元 所以能練得三元聚鼎的時候呢 你的真老就可以架著天上的祥雲 從蓬萊的海島扶搖你的真寧 直上玉京排列千斑 是何的逍遙啊 因為現在都是西風東見嘛 所以大家都不守道德 也太自由了 所以我們過分的自由啊 變成沒有秩序也沒有倫理 既然又沒倫理沒秩序啊 怎麼去修煉呢 尤其有看現在什麼一夜勤啊 也一大堆啊 然後呢讀到高中的讀大學的 還老早就男女之間啊 情侶又重 所以黃色的又多 網路黃色又多 所以真正想要修行的也不容易啊 這個叫西風東見的影響 使得大家啊 都被魔風吹得東倒西歪啊 能夠守住道德 能夠守住真理而修煉的 畢竟是少之又少 每一個人都只是要追求明跟利 實在是非常的可悲啊 所以希望大家呢 好好地珍惜這一條大道 努力精進來修行 然後我們在講資理熏經 講第二篇啊 明來歸 明化歸來是大藥香 神兒深處是放明光 圓圓主氣升天去 死性精丹道乃章 修行說日月的陰陽之氣呢 齊聚而歸到了太極之體 所以我們自然體內的大藥 就會噴雲香不一樣 體內先胎的靈兒 既然得了九陽之氣 先天八卦自然的環柱 使你的毛孔 峭門 玄關 頭頂都會大放豪光 光芒四射 這個時候你的原始主氣的真靈啊 也會懶懶的升上天台 如果你修煉到此才開始確信 精丹是真的 一點也不虛假 因此成道的應援意猶 是要靠使用精丹的修煉 如果你應了使用精丹修煉的話 有一天你慢慢可以印證 才能夠明確的去了解 先真啊是容易修行的 也可以了解精丹 也很容易的被你所修行的東西啊 互相揮映而彰顯出來啊 有時候看起來好像修行 好像是一個阻礙 其實不是 只要十六金丹所講的 你一這樣努力去修煉的話呢 自然有無形的靈界 會來幫助你 讓你覺得十六金丹所說的 每一句話都是真的 這樣你就會覺得確信 而百分之百的不存疑啊 所以先佛本事能做啊 只怕凡人心不堅 所以先佛本事凡人來做的 好我們講這個黃老仙姑 第三篇 佛子通臨到妙機 朱賢兩窯共生輝 新陳列布霞光照 聚集三員會上歸 這個說佛子時啊 叫做佛子 佛子時在運轉 正在於我們身上的時候呢 是什麼現象呢 哎 男女下體的生殖器 會產生亢奮的現象 這個時候如果你隨時可以運用佛子時的鋼器 這可以很快速地達到通靈 靈就通到你的頭頂 體會達到的玄機妙策 我們每一個人的磨擬寶珠 就懸掛在兩眼之上 因此修煉者若能將陰陽兩眼的心耀 合在一起 自然也可以使得你體內的磨擬寶珠啊 共同產生日月的光輝 遍毫光遍照大千 如果你的磨擬寶珠啊 能夠毫光照大千啊 就如如日月同輝 遇在一處 此時玄關就可以聘出露出真人 這個時候你頭頂上的心塵裂布 景象有序 霞光滿照 毫光萬照 為什麼會有如此呢 主要是我們體內的精氣神的下緣 中緣以及上緣 都齊聚於頭頂 因為你已經修煉成就的山花巨靈 武器草原的功夫 才能露出真人的奔來面目啊 這個王先生都特別來指示 這個修行啊 只要你努力就可以修領導 就怕你心不夠堅定 好